如果你要把表单给别人的话 像我这边有home.frm home.frx 其实这两个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把我做好的这个表单 因为我担心各位有些同学 可能动作比较慢 所以我怎么样 可以按右键把它汇出 也就是说这个表单 你将来呢 你做完你可以给别人用 别人也可以给你用 你可以用汇入跟汇出 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以后的表单也可以汇出 所以你汇出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你要放哪里 那我把它放桌面上 假如这样 他汇出的话一定就是home这个名称 .frm 是他的表单的档案 不过呢他汇出 这边看起来是好像一个档 但是他另外呢 会跟着另外一个附加档 所以汇出的话呢 应该会有两个档案 那我就把这两个档案丢到云端上 所以如果说你们 要把它汇到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里面的话 你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frm 一个是frx ok 那如果说你汇出了 那你要给别人用 那别人怎么用呢 像我的习惯是丢到云端嘛 比如说像我丢到这边 那你们要怎么用呢 很简单嘛 你就到云端上 把这个档怎么样 下载下来 ok 然后下载到某个地方嘛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也下载 那记得哦 一定要两个哦 你不要一个像之前有同学 是下载frm 然后另外一个没下载 一汇入 诶 奇怪 这发生错误了 ok 那所以 它汇在哪里 在这下载中显示 那就这两个 也许你可以把它搬到桌面吧 或者放到你找得掉的地方 那或者是你可以按右键 上方有个编辑位置 你可以把这个位置记下来 为什么 这个位置记下来之后 你等一下汇入 他会问你说 你放在哪里 你又把这个位置把它复制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怎么样 把它贴上不就好了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点 看一下哦 这个应该有我刚刚做的 这个假设你来不及 我看 先把它移除好了 要不要汇出 不要 也就是如果你现在都没有 不过它如果同样的名称 我不要会冲到 那把这个刚刚的位置贴上 有没有 因为我身份在download 然后开启 那这边就有 那不过这个时候 有两个档 但是只会看到一个 按开启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表单展开来 哎 做好了 OK 所以你如果动手脚慢的同学 你就 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因为这些东西 说真的要 一定要花时间 这个练功的时间 可能远比你上课时间 你可能要来多很多 因为难免你还是会有某些细节 可能我做得很顺 但你一定会这边漏一点 那边漏一点 那你就可能卡住了 卡住怎么办 没关系 云端上有答案 要不然的话 再把影片细节暂停看一下 我想应该也都OK 就是学习要学习的愉快最重要 也不用强记 不要一下说 一定要把什么东西记下来 不用 都通通有 但是一定要把时间空下来 花时间 去再做一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做 你说真的 你不做 你一定以为你会 但是你实际上不会 那再来你要用 你可能更不晓 更不晓得怎么用 因为如果你熟了之后 你就很清楚 说原来这样用很简单 OK 所以我偶尔会看一下 因为我在Google云端白板 我都会去看一下 你们的那个点击次数 发现好像都不太赏光 OK 所以可见的你们 回去应该没有人开过 这样 OK 好 没什么东西说真的 你不动手做 只有看影片 或者是 对啊 应该很快又归零了 OK 但至少 不过我觉得 学的愉快最重要 不要了不要有压力 所以我把东西都放在那边了 你要 但是 就是等到你真的 可能一个空档时间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 记得 把这边改一下 买A 一直到买E好了 总共五个嘛 你就名称就照顺序好了 那个名称好记比较重要 那是B1 B2 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如何把这个表单给叫出来 因为我们还没写程式 假设我还没写程式 以前的话 直接就是在这边执行 可是呢 问题是 你需要将来在哪里呢 在那个 我们的 这个地方好了 会多一个按钮 启动表单 那我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你可以在Video Basic里面 记得是在模组里面 一般性是这样 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叫做启动表单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 你把这个地方打一个什么 Home 点什么 点秀就好了 就是把它秀出来 那因为一个Sub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再插入一个按钮 我刚刚不是多了一个程序吗 这边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启动表单 再把这个表单给做